而来看到慈激慈善事业基金会和 君达娱乐事业股份友情公司 签订了企业共善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环保永续 而君达娱乐事业也将住宿餐饮特会案 来营运的收入5% 来提拨捐赠给慈激 作为慈善公益相关工作之用 君达娱乐事业董事长尹春筹表示 提到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慈激推动小钱行大善 早年正眼法师在早持医院建议的时候来过君达 正眼法师提到这是一块宝地 要保有其净土 从那时候开始 君达的农场就没有用过任何的农药化肥 30多年前就开始做爱地球 友善地球 一直到现在转型绿色建筑 旅游等等 这都是走正眼上人爱地球的理念 很荣幸的君达集团今年取得CEO GSTC认证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已经30年 现在讲的爱地球 友善地球 其实我们30年就在做 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2022年 2023年 我们说2016年 要转型为央乐的时候 我们就到德国去 希望申请到一个国际认证 叫做绿色盘店 因为我们在走的就是一个绿色 从建筑一直到 所有我们现在的旅游 行程到现在的绿色餐食 都是在走我们讲上人的椅子 大业 爱地球 我们讲爱地球吃有机 所以我们也整合了花莲很多的小农 提供了很多的有机的食材 提供给我们 所以我们再一路走来 我们得到了国际GTS的认证 在2023年 今年2024年 同时在取得 那我们也在上个月 我想GTS在讲的是绿色盘店 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这样就够 我们应该成为最棒的绿色盘店 慈禧慈善世界金融会执行长 严博文表示 看到允存从董事长 带领着郡达集团 在各个认证 包含环境友善绿色流等等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各行各业 大家都在推动 EAG 推动这个勇训 发展 我们看到 一董事长在 带领军堂实业 这样子 就高瞻远处 就是包括各种认证 包括对环境的友善 推动预设的旅游 可持训的旅游 这个都非常不容易 郡达娱乐事业秉持着优质团队 创新事业 贴心服务 品质保证 回馈社会等经营理念 以成为亚洲金资农业 以休闲养生健康事业领行者为愿景 20号 与此即签署企业共善合作协议 为了将每年世界地球日 共同推广 蔬食互地球活动 也为共同推广近视人文 洋业良品 有机农食品牌的共好发展 并将上述特惠专案营业收入 提拨此继 最为慈善公益相关事业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